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监管机构根本无力审计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一事 立刻成为了争论焦点 而就在12月17号 瑞幸咖啡将支付1.8亿美元约合11.77亿元人民币 就美国监管机构对其会计欺诈指控达成和解 就此闹了整整一年的瑞幸咖啡财务造假风波 以此收场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星期三放出这个消息后 瑞幸咖啡股价大涨 截至小编发稿时 已经在短短两个交易日内翻了三倍 瑞幸咖啡也非常识趣 星期四在其微博主页发表声明称 瑞幸咖啡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已就部分前员工涉嫌财务造假事件达成和解 声明表示 瑞幸咖啡将继续配合监管 将合规工作视为重中之重 瑞幸咖啡自爆出财务造假以来 多名高层被更换 瑞幸咖啡创立于2017年 2018年初在北京上海开始试运营 同年12月 瑞幸的门店数量达到2073家 覆盖北上广等22座城市 超过了竞争对手星巴克在中国运营近20年开出的门店数的一半 截至2019年底 瑞幸咖啡共开设4507间门店 瑞幸咖啡于2019年在纳斯达克市场上市 但在今年早些时候 该公司自爆财务造假 致使该股重挫75% 此事件令人注意到 美国监管机构无法检查在美上市中国公司的审计情况 这一合规方面的漏洞 今年在美国国会引起了关注 而至于瑞幸咖啡的管理层 也随着交罚款和解程序的启动 正式逃脱了老狱之灾的威胁 美国证交会SEC在给联邦法院的起诉书中称 瑞幸咖啡的执行高层和高级经理参与了欺诈活动 华尔街日报称 参与财务造假的部分公司 与时任瑞幸咖啡董事长和控股股东陆振耀有牵连 陆振耀7月份已从瑞幸咖啡董事会卸任 纳斯达克也于7月13号将瑞幸咖啡股票摘牌 该公司股票仍可在场外交易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周三没有公布任何针对个人的执法指控 但在一份新闻稿中称 该机构的调查仍在继续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法庭诉状称 上述欺诈行为是在瑞幸咖啡的年度审计过程中被发现的 瑞幸咖啡在声明中表示 这项和解反映了该公司合作和改善的努力 瑞幸咖啡现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郭景一表示 该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致力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内部财务控制体系 并坚持合规和公司治理的最佳做法 SEC表示 为了掩盖不正当行为 银行记录也被篡改了 相关欺诈活动在2019年的一个季度里 让瑞幸咖啡的营收虚增了45% 这些虚假的销售数字被瑞幸咖啡放到了2020年1月份提交给SEC的报告中 当时瑞幸咖啡又从美国股票投资者手中筹集了4.18亿美元 从债券投资者手中筹集了4.46亿美元 分析认为 瑞幸旋风般的扩展速度为其后来的发展埋下隐患 瑞幸咖啡的快速扩张必须以充足的资金弹药作为保障 一年开出2000多家咖啡店 近万名员工 品牌推广 用户补贴都需要金钱开路 公开的资料显示 瑞幸咖啡2018年亏损超过16亿元 几乎是营收的两倍 为了填补巨额资金缺口 瑞幸不惜铤而走险 通过会计欺诈手段到美国股市圈前 瑞幸咖啡事件除了撼动美国华尔街之外 也引起了中国监管层的注意 今年9月22号 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宣布 对瑞幸以及帮助虚假宣传的 43家第三方公司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处罚金额共计6100万元人民币 瑞幸董事长郭景一在事后表示 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大臣的和解 是为了能够在未来进行更好的合作 及补救措施 并使公司能够继续执行其业务战略 目前舆论认为 相对于大股东套现的部分 其实罚金并不算多 但估计短期内收入都要用于还债了 但只要解决了主要的诉讼 至少未来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 经历了这场造假风波 大家觉得瑞幸咖啡 还有东山再起的一天吗 另外 这1.8亿美元的天价和解金 大家是觉得便宜还是贵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